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 有可能是一个渺无人烟的小孤岛 而这件事究竟是在哪个时间点发生的呢 历史九远的过去 无从掌握的现在 还是虚无缥缥的未来呢 其实都没太大影响 你只要知道 有一座失忆者的疗养院 名字叫做歌马园九十三号 六个人 有六个人 会在这一栋阴暗而空洞的建筑物相遇 这六个人 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种 属于歌马园的声音 十二月十四日起 逢星期四深夜一点至两点 失眠药中篇剧场 歌马园九十三号 Oscar Lokman 杨洛文 梁祖瑶 陈卫心 梁子 Elsi 江维峰 记忆消逝前 发一个噩梦 字幕志愿者 杨洛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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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